Darothy, 人們經常說我們九營日日的四號仔 硬是多仇善, 有份外多情 你怎麼看這一天? 見仁見智 不過比起奇異那八個號碼 我們好像很多時候都被情所困 真的會令人覺得我們很多情 但情又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情很闊 有對父母的情 對兄弟姊妹的情 友情 不過我想最困擾的就是癡情 因為情而帶來的很多傷痛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們有多多情 就留意我們的節目 逢星期四晚, 晚上十點正 戀心堂, 龍門多情 我們剛才說到陪伴 其實陪伴也是一件很煩的事 剛才我們說到有些 你一個星期只陪伴半天 那半五天就很珍貴 而剩下的六天半沒有陪伴 那些人就會去困擾 你也不陪我 但有時就是 可能轉頭回到家裡那個 你陪了六天半的那個 又會說你個人在這裡 但你的心不是陪伴我 你也不是陪伴我 所以其實你好像一輩子都沒有陪過任何人 是 是 但是陪伴呢 我最近也有一個覺悟 是 都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 是 譬如舉例 那個人跟你一起度過一段時間 如果你講一些話 其實他答不到嘴 你可能覺得那些事很重要 他又給不到任何意見 甚至不是意見 可能只不過是 好像很有興趣想聽 那究竟那個時刻 你自己在做獨白 還是這個真是一個 互相去了解的陪伴的關係 可能我是 聽覺醒 所以有時 譬如我見到我自己 譬如說了很多事情 而對方好像 沒有什麼反應 又或者 究竟他是不明白 還是他究竟想一下 應該怎樣反應 先是可以 適合到我的要求 有時我也看不到 究竟是不是我講一些 太過失心 人家在 解釋我講什麼 但是在那一刻 就會覺得 好像 就錯過了 那接著 可能我們成熟一些 或者我們做輔導 或者可能我自己的性格 那我就會馬上調節我講的東西 去講他可以明白的東西 那又會變成 即是又覺得膚淺了 那又不一定是膚淺 不過又好像 有個focus 又去了他那裏 就講一些 他可能會明白 或者有興趣的東西 那其實 又是否將我自己本來 想分享和表達的東西 收藏了呢 那不要緊的 講他的東西 都很好 都好過 至少有話講 有交流 但是 我覺得會慢慢下來 就是那個溝通 又會變成 自己想講的東西 就表達不了 那譬如我最近 我有個新的個案 是一對年輕夫婦 很年輕啊 我很久沒見過 28歲 已經結婚兩三年 是不是 很年輕 兩夫婦都很年輕 那麼 那個case 都有點像是這樣 那個男子 比較深情一些 那個太太 就比較 傻傻的 那個男人 真的這樣跟我說 有時候 我會帶出一些 東西跟我太太 說 那他不回答 他直接好像 爹爹那樣 那個男人 就會覺得 可能他沒有興趣 那我又說一下 別的 特別是他有興趣 他就可以回答 那個女人 就真的回答 但是你想想 他們年輕結婚 這樣已經叫兩三年 那個男人 開始已經有個感覺 就是 為什麼好像 我沒有機會 表達我自己 那你想想 這麼年輕 怎麼過世 怎麼過世 也都隱藏著 如果他有一天 在公司裏面 他又說起這些 有一個女同事 是答到嘴 那他就會覺得 原來我錯過了這麼多 原來一個關係 可以這麼舒服 對 不相處 有時候 比如說 有時候 有時候 關係上也是 那種在乎感 對方在不在乎你 又或者 剛才你說到 他不回答 他有沒有認真聽 其實這些很失落 譬如說 可能那個丈夫 她一直在說 哎呀我呢 弄到手指 又或者是上班 不開心 又或者是 有些 其實我走過那裏 沒想起某些事情 可能心情不太好 有些失落 但是那個老婆 可能完全聽不到 是 或者伴侶聽不到 是 一路一路堆下來的時候 上次跟你說過 我們 不如去那裏吃頓飯 去那裏玩一下 可以讓我們有多些開心的時光 那老婆都完全不記得 沒有反應 然後一路一路掃下來 你發覺有人 咦 原來就是公司的同事 就發覺 好啊好啊 我們一起去 你上個禮拜講過去的 我記得的 那你又覺得很被尊重 是 這些事情在乎 會存在 是啊 還有最可憐的是什麼事 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很記性的人 而對方 他未必是真的不裝載你的東西 但他真的不記得 你可能已經提過說 遲些這齣戲出 我很想看 那可能隔了一段時間 那套戲終於上畫了 接著就說 這個禮拜 不如我們去看那齣戲 接著他就說 什麼戲來的 有什麼好看 那你就會很難過 就是因為之前 你是已經形容過那齣戲 為什麼要看啊 為什麼這麼精彩啊 其實多麼想看 甚至他那一陣子 可能答應了和你一起看 是啊 更嚴重 所以有時候這些位 我們是不是太過小器 還是每一次我們自己說的話 都要別人這麼記掛 有時候可以想一下 但是反過來 現代人 可能和人聊天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放過心下去 好像什麼都聽不到 都好像 應對應對 這樣 就是所有事情都飄過 飄過 飄過 我們做輔導有時候就出這些位置了 究竟是 不要出聲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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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忍忍忍 我終於有一件事就爆 然後就好像很大件事 很小事 很刺激 但是如果每一件事 你都是說它的話 那又是不是很像個人很小器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不能說秘密 很簡單 我們不是約了那天一起去做些什麼嗎 那你又不記得 好了 到下一次 不如那次我們家裡的櫃壞了 趁假期去觀塘看看那些櫃 你又忘了 約了人去打球 那樣樣都不說 我存在心裡 我會累積對你很多反感 但是如果我每一次都說你 你忘記了 你約了去看過 哎呀 Sorry 我又忘記了 你記不記得 你那天又說放假 會和我看過出什麼電影 哎呀 我又忘記了 那你又說 哇 你也很煩 這麼需要的 其實兩件事都很厭惡 整個過程 你要提一個人 你又覺得很厭惡 你不提自己內心的糾結 覺得很辛苦 你連這個過程 到有一天你都會覺得很厭惡 然後你很厭惡這個人 是啊 因為他每次都令你不喜歡你自己 是啊 因為實際上 無論他最後 隨便吧 隨便吧 我打給人推了打球 那你又好像變成一個很不近乎人情的人 是嗎 那個partner去打一場球 你都不行 看個櫃而已 那個櫃又不會走了 其實如果溝通得好 每個伴侶都說 其實你可以去的 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我不喜歡你 是 為什麼那一刻你答應了 你沒有去裝載 是 是 是 那可能他對於Dumbo這隻大笨象 是一點記掛都沒有 是 那同樣地 那個櫃可能他的心 已經覺得 家裡的櫃都還不錯 為什麼要買一隻漂亮的櫃 是 用什麼小一點的錢 那可能我想 如果去到那個位置 就不要將事情 take it personal 就是攬上身 好像他不喜歡我 他可能只是 不記得那件事 或者不喜歡那個主義 那如果我們能夠有這個距離 那可能就算我們拿出來說 不記得結婚紀念日 生日那些又怎麼辦 哈哈哈哈 我幫你不到 我已經盡量和你鬥了 是不是 就是連定情信物那些都不記得 去拿 訂了 那些怎麼辦 就是總會有 真的有這樣的人 有 其實那種感情 你說多麼珍惜 多麼在乎 其實很難的 縱然 是的 人生當中很多事件 或者很多事情要去應對 嗯嗯嗯 那有時候這些很基本的事情 我覺得又 當然如果你很極端的 大事小事 都在那裡厭惡 又說你不記得 那些好事 但很重要的事情 都不記得那些 那些 就真的沒有本心 哈哈哈哈 怎麼會是豬爐糖去喝一下 哈哈 我不知道 這些是真實的 你一句對過來 我都回答不了你的 哈哈 連結婚紀念日都不記得 即是斷正 是啊 但是又 譬如好像我爸爸 我爸爸很疼我媽媽 嗯 但是他真是認為 這些什麼情人節 什麼什麼節 是商家佬想來騙人 即是他 他很早 他很早已經覺得 這些什麼節 什麼節 其實是多餘的 即是要對你好 其實根本很多時候 在日常的所有事情 你都應該看到 不需要靠那一天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那一天 就是因為平日沒有 希望那一天有 即是說 其實有得選擇的 現在聽的朋友 你不就經常對我們這麼好 那些特別的日子 你不記得我們都會原諒你 但是原來你平日都不記得我們 那些重要的日子 就不要不記得我們 所以其實有時候的心 你會看到 可能有些會好的地方 有愛的地方 有珍惜的地方 但是可能那裡的感覺很少 或者很薄 越來越少 其實現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這個年代 那些人是這樣 是 我忽然之間在這裏講的時候 我想起很多年前 有個廣告 有個男人搭飛機 然後他不知道 看到有些人在那裡吵 然後他又跟空姐講 他有沒有一個鎖匙鎬 他一輩子都沒有買過鎖匙鎬 給我老婆 就買了一個鎖匙鎬 或者是伴侶 送禮物 是 duty free 打算下飛機送給我老婆 是 其實看的時候挺好笑的 但是當做輔導 做了這麼多年之後 就覺得其實很真實 你的心放在哪一件事 又或者是哪一件事 有時候買一件事 你那件事可能是責任 但是 這種責任裡面也有個情分 是 是 可能我們那些 很把別人的東西放在心裡的人 又這麼不幸地遇到 真的完全不上心的人 是 就真的是很痛苦的事 但是 不知道 我最近 有時候 都 有點質疑一下自己 質疑自己 都不要 將一件 你自己特別多 或者特別緊要 緊張的事 是視乎 視乎那件事 是 人人都要緊張 我清醒的時候 我會這樣提醒自己 不要看得自己這麼大 可能這樣也減少自己的失望 也不要對人這麼多苛求 反而我倒轉 就是 我越來越長大 又遇過不同的人之後 我會覺得 不要將對方看得這麼大 是 是 因為往往就是 當你太緊張 或者太在意 一個人 或者一段感情 一種在乎 是 其實所有事情 都放得很重要 很重要 而如果可能你 將那個精力 心情時間 擺一下去聊聊天 擺一下去吃飯 擺一下去做一下自己 去過一下你的日子 其實對方 原來呢 他不記得你 有這個事情 你會沒有這麼辛苦 沒有放得這麼大 是 對 對 其實千萬不要這麼大 別人也不要這麼大 所有事情都放輕一點 就不要拿自己來辛苦 就是 將那個 有時候我覺得 是不是一個恰當的 當然 講得容易做就難 但是 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可能將那個事情收回 舉例來講 如果 那段關係只有半天 但是你想了七天 你一定辛苦 是 對方就只想你半天 每天都可能只有幾分鐘 這樣 但是你24小時 或者是 你一停下來不做事 就在想這個人 其實 你一定辛苦 是 那不如將他撥開他 撥開他 完全可以的話 將你的精神心理 投放到其他地方 甚至去想一下 這是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最簡單 是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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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就在那裏說 哎 好像在跟空氣拍拖 都不知道做什麼 不知道做什麼 我就真的跟他說 你想一下 這個 你跟他表達 如果都不行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 你不能夠逼人 那麽多 對方 我們小時候的年代 所有的國語時代曲都是這樣的 要不就黏黏地等 要不就黏黏地等 要不就黏黏三年又三年 很多個年 一輩子都在等狼龜 以前就等到 等狼龜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等到 都不知道 不過沒有什麼 其他世藝 那既然 既然 既然現在 這個世界 已經這麽豐盛 大家都可以 有其他事情做 那可能應該 找其他寄託 同意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事 不要將情況 都這麽大 我們都講到 情憑誰來定錯隊 有時感情上 我們怎麽去衡量 付出得失 對與錯 其實有時自己都心裡有數 無論你這個伴侶 外面有其他人也好 還是你現在這個伴侶 可能隱藏很多東西 分類了你也好 有沒有付出過 其實你自己知道 有沒有愛過你的成份 珍惜過你的成份 你自己知道 那些部份始終都是靚的 是 只不過有時 人總是會計數 是 是 你是做錯的東西多些 還是對你敬愛多些 是吧 做錯的東西 真是多到一羅羅 有時我會覺得 很可愛 修行 修行 總是說你要原諒別人 那我又看著個案 那真的很難 很難原諒 是 完全理解你內心那種痛 是吧 是 那不如先放開去不去報仇 或者是你要怨恨 愛自己多些 好 好 我們是否應該解鎖一下 我們都說了很久 是嗎 還可以說一下 我覺得 定對錯 我覺得對錯已經很幼稚 以我活到幾十歲的人 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因果 我覺得 你當日遇到他 已經是大家有這個因緣 遇到 但是原來對方不能夠跟你在一起 而你亦都知道 還要繼續這樣走下去 嘩 吃得哭也抵得渴 其實這個是 偷回來的那些少許時間 或者能夠得到他那半天的陪伴 如果你都能夠覺得是快樂的 那這個就是你的果 人的貪就是令到你下一段就會覺得 你既然今天陪得我半天 你這個星期還有另外一天 可以多陪我半天 這個就反而是我們最慘的地方 那如果你能夠去到那個位 可能會好些 對錯就很辛苦 那如果是那些 真的不是偷半天 那個伴侶可能外面 他好像剛才女癮的聽說 那個自己隱隱然 明明那個伴侶在身邊 但覺得他好像不在我身邊 那種感覺其實又很煎熬 很煎熬 很殘忍 我們見到那一班這樣的女人 或者這樣的男人 又不是只是女人 其實你會見到他 好像那個磁磚一路跌 究竟發生什麼事 又不可以發爛 那你就在那個位置 一發了還怕知道真相 真的 那個位置的煎熬 是很殘忍的 我覺得 不知道人在情這件事裡 都傷害得大家很厲害 我最近在Netflix 追著一個劇集 叫做追 不過我不是經常看 那個劇集是 真的講婚愛情 講得很好 從初那種很興奮 男的覺得是拯救女的 女的又會覺得 那個男的好像很可憐 大家都有共同的需要 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拯救者 到到後期 原來這個拯救者 就是同時是一個加害者 加害了 那個女兒 加害了她的丈夫 因為她不忠 然後這個男 亦都害了自己的子女 和自己的太太 又有另外一個角色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所謂愛情 或者是肉 他們鬼佬西片是肉 這個designer 這個designer 這個放縱 其實去到最後 就好像一個 控制不到的漩渦 很多人都跳下去 那個位置 那這個時候 就真的 很多不應該 受這個果的人 都受了這個果 我突然想起 就好像 有一陣邪風 捲了下去 像我那次 那個玻璃在半個小時 就砰 一聲爆了 旁風掃落葉 是猜不到的殺傷力 是嗎 所以其實我們內心 究竟那個慾望是什麼呢 究竟譬如說 當你置身一段 比較複雜的關係 當你置身一段 其實內心的狀態是怎樣 我們下次回來再講 好 那天 我們下次再講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